POP抢先报 先前有公务员限电 大家都关注在台湾会不会缺电的这样一个危机 这是我们高层他们必须要应付的 事实上我们专访非常多台电他们基层的这些老虎功高的工作人员 你们知道吗 台电内部有一群是冒着高温 他们进到窝炉的现场去享受窝炉的 你们知道这个8月5号时候台中发电厂一号机就发生破管的这样的一个危机 而且全台当时候有一个供电吃紧的一个状况 那所幸就是靠这批人他们进去冒着高温紧急的修复 所以才跟输电系统并联 然后恢复供电 那我们先请教两位 这个云忠你在台电多久 我在台电已经工作了36年 那这个金安兄呢 我服务45年 非常资深 那我们是不是就有李金安这个领班 你来跟我们讲讲 以8月5号发生那个状况可能是什么样的情况 我的那个锅炉维修经验 大概大修有100步的经验 100步了 抢修也大概有100次的以上的那个经验 这是在40几年的这个岁月里面 对对对 所以不用紧张 不是说我们经常在发生什么破管啊 这些危机 对 可是因为这45年来 就这一次的那个8月5号 那我感觉到那个气氛不大一样 怎么说 因为我觉得这个 平常我们的工作就是这样 这是我们的专场 我们在做都很简单 是什么时候进去抢修 什么时候怎么做 我们都有一套那个SOP 可是我这一次感觉到那个急迫性非常非常严重 为什么 就是说因为我们平常在说 可能停机了以后大概12小时左右 我们就是准备进入抢修的时候 还有一些弹性空间 对不是 它不是一个弹性空间 它是一个冷卢的时间 冷卢的时间 对对 你要到大概12小时冷卢的时候 你才可以进去抢修 对 可是我发觉到一个那个急迫性就是说 长官一直叮咛说 哎 你现在你不行哦 你要早一点进来哦 赶快准备好 因为你这一次如果没有做好的话 明天可能就是前台限电哦 那个急迫性 一支电话一支来一支来 那时候已经发生了 这个和平电台倒塌了吗 东部的这个已经发生了 已经发生了 不怕会有限电危机啦 在雪上加霜 所以那个还没有等到你们12小时 完全冷卢的状况 可是如果没有等到这个冷卢的状况 你们强行进去的话 那就是多多少的高温啊 对 所以当然是你可以提早一点点 那个12个小时是我们的经验值 经验值 对 所以说我们是在6点 8月5号6点多的时候 就解连掉了 可是我们在3点的时候 我们就前厂都进去里面待命 把所有的工作人员 因为为了为了要 九个小时 九个小时 把所有工作人员 都全部叫到过路旁边准备待命 只要一可以进去的话 我们要抢时间赶快去抢修 是这样 所以这个副厂长 你可以跟我们重建一下 当天那个状况 是什么样的一个突发状况 那为什么破管 然后第一时间 你们怎么样的召集这些弟兄们 我们是没有忍住的情况之下 然后我们做哪些事情 是的 那天刚才我们李领班 李静安兄已经讲了 大概在下午6点多的时候 4点多 就知道说 我们有听到异音 说有一部机 一号机 可能破管 那就联络了调度处 为什么会破管 郭卢破管的原因 我想这个我们等一下再讲 好不好 我先把这个陈述一下 好的 那到6点07分之后解联了 当时候和平电厂 我们已经到他的电塔倒了 已经倒了一个礼拜了 是 那我电力已经是蛮吃紧的了 那我们这一部机再下来 因为正好是周六周日 所以用电不是那么的吃紧 那我们想说 礼拜一的话 用电会蛮吃紧的 因为那一阵子持续一直高温嘛 那温度一高的话 冷气的用量 各方面用量 用电量会增加 那就是供电呢 就会在蛮紧张的状态啦 不能讲说这部机下来 就保证一定是限电 就是蛮紧张的状态 还是要跟时间晒跑啦 就是要跟时间晒跑 那通常我们锅炉在检修一般的程序 当然刚才讲的12个小时 只是一个经验值而已啦 看不同的位置 不同的地方 也许有的八九个小时就冷了 有些比较复杂的地方 也许要比较长的时间 那其实那天 我们算是运气还不错 在某一个部位 那个部位也蛮空旷的 我们知道破管在大概那个位置 一解联以后 其实两三个小时 我们大概就有人到现场 把那人孔打开 大概听了一下声音 就可以确定说 大概是某个位置在破管的 那所以说 为了赶这个时间 我们希望赶在礼拜一早上 就是说开始尖锋用电的时候 我们把这个电力的缺口补上去 那通常一般就讲 12个小时进锅炉 经过检修 或者是某些程序上 要做热处理可能经验上都要三天才能完成这个工作 就是从停下来以后到再满再就要三天的时间 结果那天后来 等我们大概在八点左右 我们厂长就亲自到现场了 而且因为他也是锅炉的专家 他大概听了一下 就认为说这个位置其实是蛮好做的 这工作没有那么复杂 我们有点lucky 应该这样讲 那当然了 为了赶时间 我们还是要很谨慎 所以我们就请我们的各级的干部 还有我们的像礼领班 还有要工作的人员 最重要是把一些工具材料 还有一些预先要准备的东西 我们就凌晨准备好 要做好万全的准备 然后大概凌晨三点多 他们就在等 那大概应该过了半个小时 我记得应该是三点半还是左右 人就可以进去了 我们发现那个地方就在人孔旁边 那个通风蛮不错的 还可以 还可以 所以一进去我们就检查到 这个位置 然后我们就连夜开始就工作了 而且这个工作 每一个作业的环节都是无缝接轨 大家都非常尽心非常努力 当然这种工作 其实就成如刚才我们李金安领班讲 我们已经做了几十年了 这都是我们都有标准作业程序 我们也经验非常的丰富 那个程序该怎么做该如何 都只是不过那天是大家更是打起精神 这是因为这个不做好 可能真的会造成供电的刺激 对只能成功 只能这个抓紧时间 不能失败我们全力以赴 所以在第二天中午就修好了 所以李班那天你带多少工作人进去 虽然没有达到十二小时经验值完全冷卢 可是那个温度还是很高的 是的 大概什么状况 大概我们三点的时候 如果要算起来的话 要十几个人 因为我们有各种专场的人 比如说电汉人员 灰破坏检测人员 搭架人员 还有那个前工人员 大概有总共有十几位在锅炉旁边待命 锅炉旁边大概多少温度 锅炉旁边现在如果我们当初我三点多进去的时候 是还不能进去 因为以我们的经验 我们会去一先用手去触摸那个温度 先用手触摸 如果是会烫的话 那个太高温的话我们就不能进去 可是我一直等到大概要四点四点多的时候 因为那个温度依照我们的那个标准程序在温度50度以下 才可以进入炉内 所以大概在四点半的时候 那个温度我们觉得说已经那个在50度以下 人体可以承受的温度 然后我们就先穿着那个防热衣防热手套 我率先先进去去找那个位置 因为你要先去找那个位置是要有经验的人先进去 然后进去以后 然后你看到那个破管的状态以后 你才可以马上去分析说 我接下来怎么做 我怎么安排 大概时程要多久 然后再赶快先看完了以后再把它退出来 因为当初那温度还是50度 那个温度还是蛮高的 然后退出来的以后 我们就先讨论说后面的那个施工步驟 一方面再等它炉内确实等到两个在40度以下左右 忍开才可以进去 是是 所以先这个帽子高温先进去探一探 该怎么修 这个把这个敌情都了解清楚 再退出来一进去就必其宫语义了 对对对 那台电有一群修窝炉的人 这是我们很难得 而且邀请到他们 我们休息下这段广告马上回来再细就 然后我们再细谈 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的现场 我们今天有请当事人是请到台中火力发电厂的副厂长朱允忠 允忠你好 你好 还有台中火力发电厂领班李金安先生 你好 李金安已经在这个台中火力发电厂等台电的所属单位担任了45年的这个工作 所以我们先请教这个副厂长可不可以先跟我们一般的平民老百姓讲 我们大家对可能专业知识完全是零 涡炉跟后来发电有什么关系 他是什么样的建筑体 什么样的设备 好我想跟观众解释一下用简单来解释一下这个发电的原理 其实能量是可以转换的 我们通常譬如说我们在电扇在用电的时候电一插它就会转动 那如果你把插头拔掉 把你的电风扇往反方向转的话 那个地方就会发电出来 那所以说我们电扇的原理是用电能转换成机械能 那我们发电的原理就是把机械能转换成电能 那为什么要锅炉呢 因为蒸汽是最好的一个动力源 我们把水加热变成蒸汽的状态 然后一个过热蒸汽状态 它就有一个动能 然后它去推动我的气轮机 然后气轮机转动 推动带动发电机 利时机发电机就可以把电发出来 所以发电的原理是这个样子 那锅炉就非常重要 就要把这个水把它变成蒸汽 那在一个锅炉大概高有80公尺 大概约80公尺 像55万这个发电的机组大概有80公尺高 里面大概是密密麻麻的管排 就是一支水管就对了 让这个水从水管一过去 我们火把它一燃烧 然后就变成热变成蒸汽 在很快的速度变成蒸汽 那这个过程中 大概像55万的发电机组 它的锅炉 锅管如果排起来的话 大概有将近快500公里长 就从台湾头排到台湾尾 还要排到台湾海峡 然后那因为燃煤电厂是机载电厂 当它开始运转以后 在这两年内 几乎是都没有停机的 所以在这个熊熊烈火之中 要烧个两年 那500公里长的管子 它的温度压力是非常高的 所以只要那个颅管 有一个小针孔一样的破孔 就必须停下来解销 这个就叫做破管 所以破管有时候不是像 有些报道的 或有些人误认为 什么锅炉爆炸 什么其实根本不是 就是一个针孔一样 有的甚至就是一公分长 宽大概也才0.5公分 就这么一个小洞 哇那个声响 因为它的压力温度非常高 所以就造成非常大的声音 我们就知道破管了 这时候就必须停下来 如果不停下来的话 这个蒸汽喷到别只管子 会产生一个连锁效应 会越来越恶化 所以必须马上停下来 检修这个锅炉 那当然了这个熊熊 大火在锅炉里燃烧 温度大概到 有到1500度C 我们停下来以后 就要等它冷 冷了以后 人才能进去工作 才能把这个问题点找出来 然后把它检修 有的甚至换管 有的汉补的方式 这样锅炉才能再重新恢复运转 好 这个云中讲得非常清楚 那请教领班 这个这一次 是一位60多岁一个资深维修人员 该不会就是您吗 就是我 就是你 爬进窝炉 你是怎么样 靠着听音辩位研判 而找到四五公分长 宽不到一公分的破洞 我相信这也是老经验了 是 这个因为 刚才我们副作者讲过 我们锅炉是一个八十公尺 高的建筑物 如果可以发现破管的原因 有三个来源 第一个是值班的控制室人员 他会从仪表上面 看到那个仪表说水位会增加 就是表示里面有水已经流失了 破管的流失 他水位会增加 他就会通知我们维修单位去检查 第二个就是值班人员 他们自己去平常巡视的时候 听到声音 所以他们也会通知我们去检查 第三个就是我们维护单位 我们平常都有那个定期检查 我们也会去锅炉旁边巡视 我们也会用听音辩位的方法去听到说有声音的话 我们也会去检查 那当初那个8月5号的时候 是因为我有一个同事在里面 在锅炉那个电厂里面值班做别的工作 可是临时接到说破管通知 我因为我休假在家里 所以我请那个师傅说 你一定要去听音并位 在那个位置在什么位置 是高频的还是低频的 那个声音你都要分辨出来 我们明天才可以 冷爐了以后 以及那个门打开了以后 我们就可以找得到位置 所以当初我们那个同事 我交代他了以后 他就跟我回报说 在酒楼在前后颅交界的位置那边 那声音是属于比较那个低沉的声音 所以说好 那你只要把位置定出来了以后 我们明天就找那个破管的位置就很好找 结果隔天我们就说大概在四点多 我进去用那个防护衣进去找位置的时候 一进去就看到那个位置 就找到了 就找到了 所以说要找位置 就是说要靠平常的那个运转 维护那个经验 还要在现场一定要有师傅去做 听音并位的那个动作 如果没有的话 你从一楼到十一楼 一个针孔的位置你从哪里去找 不能乱捉虾 浪费时间 而且会有高度的风险 请教这个领班 那我们进去 其实我这边看到一个图是当时候在保养的时候 你看那么弱大的一个面积 那么多管线就看到我们的肉体 一个我们的工作原因是 等于是半蹲或站着 或是用焊接的方式在那边做保养维修 那更何况是有破管情况 那个根本就是要抢时间 所以请教领班 你们进去要哪些防备 进去一般的话 我们像刚才我讲过了 如果需要先烫干位置 那个时候是大概在50度左右 那时候你烫到的话就像烤肉一样 那个肉还是会焦掉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穿那个面罩 防护衣 防热衣 安全鞋 这个初步要进去去寻查位置 如果说在40度以下的时候 你就是因为要工作的时候 你戴这些防护剂是不可能做的 所以我们就是说用搭架 用铺木板 铺纸板 做一些隔热的动作 可是手清空出来的时候 可是万一碰到还是会有受伤吧 我们不可能戴手套来工作吧 可以 一定要戴手套 因为那个手套是比较一些软质的那个 软质 灵活的 灵活的手套 一定要戴手套 不然你 你那个现场你完全没有办法接触 是 因为他还在40度左右 还是很热的 那有没有人就是要换班 因为人长期处于 那么高温之下 还是会受不了 而且穿了这么多的黄服衣 对不对 对 但是我们 所以我们一般准备的人 所以三点集合的时候 那个人 包括主力人员跟接班人员 都已经在那边待命了 结果最后是 副厂长是花了多少时间 是不是如其在礼拜一上班 尖锋时间修好的 以这次来讲 这次的话 不仅 我们预估是希望说 礼拜一早上 能够达到满载 那结果我们因为我们工作进度超前了 应该在当夜的12点 就已经得到达到满载 就前一天晚上就离 等于是星期一的零点 我们本来就是预计 星期一早上8点希望能满载 结果我们在星期一的零点 也就是星期天的半夜 两次动动的时候就已经 变脸 那现场有没有想起欢呼 或是大家如释重负 其实讲坦白话啦 就如同刚刚讲 我从事这行36年 我们李金安45年 这只不过就是说 在我这么多次的维修 就是一次就是把它完成这个工作而已 对我们来讲 只是说我尽了我的本分 我们工程师该把什么事 该一步一步做好 就做好了 那几天几夜没睡 没有那个 只有早上两点多开始嘛 到现场 到中午我们就12点左右 就把机组交出去 给值班运转 所以睡眠都正常 正常 好 我们等一下休息一下 我们马上回到我们节目现场 如果像刚刚领班讲的 这么悠长的睡月45年 应付的大小的这个状况 不计其数 那所以我们来看看 他最危险的是哪一次 或者说 他的这个所带领的这些工作人员 最高风险的大概是什么情况 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的现场 允忠 你身为一位副厂长 是 是36年的一个经验 也只有逢年过节的时候 机器才可以停下来 让你们修修对不对 所以 虽不至于像这一次 李曼所说的 使命必达 而且快速快绝 就是速散速绝 但是你们很长的时间 不如外界所想的 偶尔你们就是坐领这个 4.6个月的奖金 说实在的 该领 该领以你们这样的一个工作难度来看的话 所以 副厂长可不可以说明一下 你们工作的特质 是的 其实讲真的 古人说 男怕入错行 女怕嫁错郎 有些人譬如说 其实同样是在台电公司上班 有的人工作就是在从事电脑一些程式设计 那当然就是比较轻松一点 在冷气房可以做那些维修的工作 那我们就派到来锅炉维修 当然电厂或者是台电公司的很多员工 有些是做电的 有些是做仪器的 那做到锅炉 其实讲真的就是这个发电厂里面是 等于是又热又脏又黑 又为风险 又有那个工作风险 是最不好的一块 那当然了 分到了这一块让我工作 那其实讲真的 做久了 也习惯了 每天大修的话 没有去钻钻锅炉 好像全身不对劲 这也许就是 林曼也在点头 因为怎么讲 有一个成就感 我们在这个方面 就是说这是一个专业的工作 我们跟就讲 这个是一个私传途的工作 我们跟着老师傅学习这些技术经验 然后经验一直累积 然后做到工作越来越熟练 熟能生巧 而且我们可以提息后劲 那不能过年过节了 过年过节是这样子 就是因为像燃煤电厂 是属于一个机载的电厂 平常就是我讲的 除了大修固定两年一次的大修 除非就是说有什么破管 这种特殊状况停下来 那几乎都是在满载运转 要建立一个机载 基本的负载 让全国去使用这个电 所以几乎是没什么时间 比如说停个10天20天 让你做一些部分的维修的 像抢修 我们叫为什么要抢修 就是一修完就上来 那很少有这个 像我以往 我最早不在台东电厂的时候 在领口电厂 我一进公司的时候 基层是在领口电厂 那时候领口电厂 就类似像台中这样子 因为那时候基础 大概运转了25年 所以以前的设计 更早年的设计 大概民国50几年设计 所以那时候破管的这种 这种机会很多 那当然我们有时候 就要定个计划 不要老是等它发生了 再来检修 因为我也知道 我们也以我们经验 知道危险在哪边 可能会发生破管的在哪边 所以总是要停下来 把那部分的 一次把它解决掉 解决掉部分的问题 我不能讲说把整个锅炉都把20天把它做好 那是不可能的事 我就讲一个锅炉 三四百公里长的颅管 不可能 甚至停一年 搞不好要换这些都还不够 那我们只能以我们的经验 做局部的去更换 那这时候只有利用像 长假期 农历过年 这种假期 然后我们再多个几天 因为那时候电力是最轻的 没有那么迟近 很多人出国了 很多工厂也都停工了 就利用那段时间 所以我们做锅炉的经常都是在农历过年 尤其燃煤电厂的锅炉 就这段时间停下来15天 那我们几乎过年时间 别人再吃年 那我们会赶回去吃年夜饭 就是吃完 第二天在大年初也是继续工作的 所以说经常 当然家人开始会不谅解 可是久了也就能体会了 你习惯 只要你平平安安回来 这就是我的职业 而且讲真的台电至少 我非常感谢台电 我们至少有这份薪水 让我的家庭 让我的父母 我能够奉养他们 这是我 其实我是满怀的感激之心的 李健安 李曼 您刚陈述45年的这个岁月里面 曾经这个救急过100次 最危险的一次状况是什么 最危险 几年 什么状况 应该要讲88年921大地震那一次 是是是 那一次抢修 我们在电厂里面 待了15天 通通没有回家 就在那边待命 当时的时候 因为台中电厂 只有八部机在发电 可是921大地震的时候 一摇 六部机破管 只有两部机是好的 可是那两部机 因为那个隆起电塔 它又倒掉了 所以这两部机 电又发不出去 所以等于是全黑 八部机全黑 原来是这样 所以我们第一天的时候 因为那个收信 电话什么都收不到 到了第二天那个电话才通 第二天接到电话 我们就开始进场 在里面待了15天 不免必不休 如果要休的话 就是在那个工厂旁边 就稍微躺一下 就又开始干了 所以那时候觉得 那时候是最辛苦 比较最危险的时候 是 那里面 这么长岁月里面 您还是 有没有曾经眼见过 还是有意外发生 人的意外 意外发生 因为在我们的员工 会没有 我没有看过 没有看过 因为我们员工本身 自己的做那个公安训练 那个支付 服务监护这些 那个平常的信念 比较充实 所以我看过是包商的 因为包商他们 临时进来 他们为了要赚钱 所以这个公安观念 什么会比较不好 所以有看过一次 那个包商的坠落事件 是 可能对方位 并不是那么熟悉 不像你们熟门熟路 摸熟了 那两位应该 我们现在看 这种人不好找 甚至有人意愿 不会高 如果有出缺的话 所以 林班先讲吧 就是说 现在 有没有遇到一些瓶颈 瓶颈 最大的瓶颈 就是人力断层 断层 真的是断层 要找徒弟 找不到啦 对 没有人耐苦啦 也怕风险啦 家人也不让他去啦 是 现在的年轻人 都是要穿西装 打领带吹冷气 不太愿意来这么 恶劣的环境工作啦 那我想我这里 其实要跟光琴姐 报告一下 这一行业 其实没有讲的那么危险 因为 这么多年来 我们这么多年 其实我们都是 引进西方的技术 所有这套制度 维修的过程 SOP 其实是蛮安全的 我们今天 做的比较 重点在哪里 因为我们有 时间的压力 只有这个 对 因为这是时间 你要在最短的时间 做出最正确的抉择 而且要做的对 做的好 做的快 这个就是功夫的所在啦 压力是在这边啦 其实你只要给我时间 一定都可以做得很好 副长长 我们一般的 乐听大众 我们只要知道 就是说 有没有 最不可能发生 有可能发生 就是说 它最高的 可能的风险在哪里 我不是讲你们个人 如果 我们现在听到 SOP 我们听到什么 可是如果最坏的状况 发生呢 我们会担心这个 有没有可能 最坏的状况 以我们那么多年经验 这个是没有啦 完全不可能 就是破管而已嘛 就是把机组停下来啊 就是机组停下来 就不能发电嘛 就这样而已啊 是 不会发生什么 有讲的那个 其实我是觉得 不会有那种情况的啦 是 好 那你帮为我们做一个结论吧 做这份工作 对得起 尚对得起家人啊 父母 那这个 我们一般 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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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给我们做个总结吧 你的心情感受 因为我从61年 就开始进公司服务 我当初进公司的时候 我的师傅都是 受过一些日本教育的 那个老师傅 他们还有一些 日本精神存在 所以我当初到 深奥电厂的时候 是61年 我当初是16岁 所以一些那个 日本师傅的那个观念 我都有学到 所以到现在来 这个 这个那个 现在的人啊 没有办法是 像我们有之前 有接受那种苦 所以 我现在的那个想法 就是说 我去现场 我很快乐 叫我坐在桌子上面 打电动什么 我很痛苦 好 这就是台湾精神 台湾之光 谢谢两位 我们接下来请 充电联网产权报 跟音乐123